在现有的教育下 原住民民族教育很难真正落实 而桃园原乡成立的第一所高中 桃园市立罗浮高级中等学校 在桃园县政府升格为直辖市后 更成为桃园市立原住民实验高中筹备处 今年又因介受国中签校 成为罗浮校区附属国中 但这也造成三名礼和泽仁礼等学生 在通勤上出现时间差 对此议员简志伟认为 原乡和都会型学校交通有差异性 应该要因地质疑做出调整 现在这一周开始我们已经有第八节的课 第八节课的部分学生就比较晚放学 所以我们是现在当然就是说 希望跟交通局这边配合 学校未来的作息的部分 能让学生在放学的时间的交通车 能够再延后一点时间配合学校的时间 原乡跟都会型的学校差别很大的地方在这边 它幅员非常的辽阔 整个复训区才这一所完全中学 所以学生通勤的需求是相当的需要来做被协助 对此桃园市交通局调整工车接驳时间 在保障既有乘客权益的同时 也兼顾原乡学生通勤安全来做通盘考量 而介绍国中迁入罗浮高中 让多数学生通勤路程改变 这也增加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 学生通勤一天最高要花上将近一百元 因此在票价上交通局也将提供学生票价优惠制度 另外校方也补充即将进入冬季 希望上放学交通车接驳时间能尽快调配 入业后能给有限向学参加 叶客府的学生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原始新闻 桃园市采访报道